前段时间山东资博的王女士报警说自己被人骗走了50多元钱的商品 我们来看 资博的王大姐平时以摆摊售卖鲜奶为主 前段时间她在康平生活区附近摆摊时 一名3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在购买了价值50元的鲜牛奶后 却没有付钱 人也随即消失了 他过去买了我50多块卡的奶 说是给我微信抓卡来 让我脚上他微信抓卡来 但是他说是他那手机来撤你 他说我两分钟就转过来 直到下载也不就我微信也不抓 我等着20分钟也不给我抓 王大姐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 就立即来到了附近的齐都公安局北区分局 康平派出所求助 后来又有其他的受害人也来我所报案 并在抖音上发布了这个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我们初步判断有十几起 在林子下去有十几起类似的诈骗案 经过民警调查走访了解到 这十几起诈骗案的受害人 基本都是餐饮店经营者 被骗手法也高度相似 打电话订了餐 然后电话了以后说加微信 后来就也不加电话也不接 就把那个事给放下了 这啥时候的事 11月初我的不多 一共就68块钱 68块钱反正很气的 他就是利用了很多商家 他这个一个是善良 再一个就是可能生意比较忙 然后也不在乎这种几十块钱的损失 随后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影像资料 和相关公共视频 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编某的踪迹 并将编某抓获归案 与此同时 又有部分商贩 餐饮店经营者 因同样的被骗经历 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受害人指认 这些案件均为边谋所为 而根据相关线索显示 连某这样骗吃骗喝 已经有将近五年时间